隱身在山林間的老泉山劇場 是幽人神谷的根據地 二十多年來 幽人們在這裡創作了 《聽海之心》 《金剛心》等等經典作品 他們透過靜坐 打鼓 武術等等訓練 追尋內在自我 跟自然共生成長 意想世界要帶大家上山 進入幽人神谷的劇場 一起感受幽人的生活 微風吹拂過薯梢 綠意盎然間 傳來緩緩微弱的雞鼓聲 鼓聲劍虛加速 磅礡地在山林間回蕩 從木柵沿著山路蜿蜒而上 穿梭在幽靜的山林間 抵達幽人神谷的老泉山劇場 不論是誰都得先靜下心 不說話 在幽人的帶領下 緩緩地走上這800公尺的坡道 體驗幽人必經的訓練 他透過一個長時間的走路 以及晚上還有表演 這樣一種體力的極限當中 人的潛能會被激發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訓練會 就是說會讓整個人的身心都有一個質變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行動中的禪修 27年來 遊人們在木柵的老泉山劇場 生活 訓練與創作 隱身在山林間 訓練場與自然合而為一 盡可能地與自然共存 追尋道義合一的目標 風吹雨淋 它的溫度的不同 以及山上非常地有機 地從來不是平的 它有時候高 有時候低 有時候凹 有時候凸 所以要非常地警覺跟有機的 才能在這山上生活 幽人神谷承襲 果陀夫斯基的身體訓練方式 結合東方傳統的武術 肌骨 靜坐 太極等 創作出許多動人的經典作品 《聽海之星》 在1998年被法國媒體評為 亞維農藝術節最佳節目 2002年的《金剛星》 則是第一屆台新藝術獎 表演藝術類的首獎 藝術成就獲得國內外的高度評價 幾乎被視為苦行修煉的 遊人神谷 在木柵山上透過打拳 打鼓或打坐 讓紛亂的心沉浸下來 最重要的核心 對佑人來說是打坐 因為從一個打坐當中 從一個放下形形色色的心念之後 有更多的東西會從這個空當中冒出來 那藝術就是這樣子來的 2008年山上劇場被登陸為台北市的文化景觀 許多國內外訪客都來參觀 與自然共存 遊人神谷在山林間持續的生活 訓練創造出更多經典傳世的動人作品 不敬請